我说你现在还认为苹果奉为神的朋友 真的要与时俱进一下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最近台北股市 夯的跟苹果都没关系 对不对 从去年今年来都这样 对没错 但甚至我们来看下一张图 3017其中被踢出苹果供应链就股价跟标 因为现在根本不在看苹果 大家都在看AI 所以画面上这张图 请全国观众朋友们特别把它记下来 里面大部分都是标股 而且是最有基本面的标股 只是因为现在短线 真的只涨太多了 真的 不要再买了 了解 但下一轮台北股如果整理完之后 这些股票你一定要记下来 股票有热度投资能支付 欢迎收看本周的台股热度榜 首先邀请我们的大宾David老师 大家好 好的来到了本周的台股热度榜 很多人 诶老师 那个那个那个谁谁谁又到了 那个那个那个台积店 都很多那个价格 今天5 6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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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还有 诶诶诶 大家应该蛮开心吧 我上次觉得546很难 你们这样过了 这样过了 诶 光光能过 光光过吗 那么另外 如果没有NVIDIA的加持 台积不会到 确实 确实 如果不是NVIDIA 这个财报财测 这么 令人惊艳 是的 其实台积电540真的很难 而且创意 以为直到 青萨哥 青萨哥 6 5的价格 惊死人 那到底接下来怎么看呢 诶 这个股市当中有流传的一句话 人家常说到了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 因为呢 这个东西 这个水果 它会救台股 你那句话有点资深的 什么什么什么 在座的小编不是也听过吗 以前人家说什么 一颗苹果救台股 对不对 一颗苹果啊 甘安捏 甘不是安捏 这件事是应该十几年前是啦 现在早就不是啦 所以他不能来救台股喔 难啊 好 来看这则新闻 来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喔 真的是重中之重 非常讨论 讨论非常热烈的 新苹果供应链出炉了 人家常说 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 居然有人五经五出 怎么一回事 来 苹果其实本来就会换供应链很正常啊 很正常 不是用了之后习惯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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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喔 苹果其实是希望 他的供应链喔 彼此是保持竞争关系的 喔 就是他 他以前在养台湾的供应链的时候 也养对岸的供应链啊 那所以就是说 对嘛 然后这苹果这个在中间 压低你们这些人的价格 所以为什么苹果的毛利高 当然是剥削 上下药厂商来的啊 对对对啊 事实是如此 所以画面上 这个台系公路 苹果供应链 其实讲句真的喔 台积电这些都是固定卡啦 没有变啦 但有趣的是会有些新进榜的嘛 对啊 跟有一个其实被踢出去的 对 踢出去的 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喔 最近台北股市 夯的跟苹果都没关系 对不对 从去年今年的都这样啊 对没错 这甚至我们来看下一张图喔 比方说这是新的 这是白金科技 对 新的对 新的对 新的 这是被踢掉的 踢掉怎么可以这么标啊 对啊 3017其中被踢出苹果供应链 就股价这么标啊 被苹果踢出去耶 嗯 标成这样 因为现在根本不在看苹果 大家都在看AI啊 所以 人家奉苹果为神的那个年代 那个很久以前的 我说你现在还认为苹果奉为神的朋友 真的要与时俱进一下 这件事大概七八年前就不是了 不只是现在而已 好 那我说苹果光 对那是另外一件事 好 那你说老师刚刚提到 七八年前如何 嗯 也在过去喔 说到苹果供应链 大家还谈到 哎你能够切入苹果供应链 股价一定大涨啊 真的 现在呢 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 因为大家都发现 台系的苹果供应链 利润都不高 毛利也不怎么样 那让你切进去 也赚不多 所以后来整个股价市场对他的反应就是 对 苹果 我就是没钱也好一种 好 真的是这样 赚不多啊 反而你切入了 最近只要切入NVIDIA的 哦 飙翻了 伺服器的飙翻了 谁在给你苹果啊 所以老师这个神话故事已经在 神话都是过去式啊 所以现在一组了 哎 早就一组了 新的一波神话请看NVIDIA 哈哈哈哈 就像是奇红一样 对 OK 即便是被踢出去 但是你看他的股价 一路往上甚至创波段新高 真的是吓死宝宝了 好 来看到了这个产品 很多人会聊说老师 这个产品真的是很夯 哦 对呀 头戴式装饰 头戴式装饰听说这个苹果要推出他们自家 这是必然的啊 他很讲好久了 很久很久了 但这个头盔 头色朋友 这个头盔要价要高板扣呢 对我先讲哦 这个数字应该是对的 打从去年 我们再看一些paper的时候就已经讲哦 苹果的头戴式装置预定的售价是2,990美元 就台币大概就9万 就差不多是9万这个价格 差不多 那个时候就在讲2,990美元了 哎那早期哦 来HTC那个时代 又在讲神话式 等一下 你为什么HTC要加个时代 那个神话 哦哦 那个神话 好啦 早期那HTC他其实也有头戴装饰 有啊有啊 他其实这两个人在推这件事啊 元宇宇宙啊 对我帮他找了一下 大概全套的大概5万2有找 差不多 差不多这个价格 你知道像Sony啊 Sony也有啊 对Sony有 就是你游戏机那个啊 那个他们也有推这个啊 是 我们刚刚已经讨论一轮了耶 大家对游戏非常有兴趣 你要头戴 但是你要有周边的一些设备啊 我觉得苹果在这方面都不是问题 他一定可以处理的好 是的 好 来我们这边还是要帮来调查一下 到底这么多的头戴装饰 你会买哪一个 苹果 为什么 信仰 我就知道 苹果吗 苹果粉粉粉粉粉 果粉会买吗 有人选苹果吧 有人选苹果 价格取胜 还是价格取胜 还是觉得 Sony也是信仰啊 也对啦 Sony也很贵好不好 买星星也是信仰啊 对 好那是你啊 哈哈哈哈 好啦 留言给我们 你会不会买 那如果你会买 那你会买什么牌子的 对 欢迎留言 还是价格取胜 说到这个 500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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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大家的 要到小小的研究室 挖呀挖呀挖 还差这么一丢丢 就要答应了 记得按赞 记得按赞 一定要帮我们按赞 来这一次 就靠大家了 赶快执集David老师的 我们的David老师的 研究室 好好来挖一挖 我研究室很小间耶 我们想了解的是品位 跟大小 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是是是 说到了近期 大家的信仰 全台国的信仰 有他 对 有他就够了 真的有他 过去这个礼拜台北股市 只看一个人 NVIDIA的老板 对 黄人寻仙 这个是应该 财报炸裂之后 他的身价也炸裂了 真的炸裂啊 炸到火星上面去了 但是老师 我觉得本节目最大的特色 就是 你看到这些的讯息 你其实爬稳 这个其实你如果找新闻 像什么 入行之嫌的什么啦 然后那个NVIDIA的财报 又有预期啊 第二季要赚多少啦 未来有多好啦 新闻都有 新闻都有啊 对不对 这个啊 看观众朋友 你看到画面上 这个新闻都有啊 新闻都有 你都看得到 你都查得到 我们来分享一个 重点是 你查不到的 但我手机有 最大的特色就是 我喜欢听八卦 David的手机里面都不是新闻 都是八卦 NVIDIA真正受惠的部分 像最近比方伺服器大涨 对不对 伺服器的散热 比方说那个 刚刚讲那个双红啊 旗红啊旗红大涨 对 好 NVIDIA的供应商 其实相对有限 相对有限 绝大部分是沾到边 为什么这么说呢 特别是什么 它特别点出来 散热是沾到边 是的 有什么 NVIDIA用的是 Cool Master 不是台湾这种散热 好 这第一个 再来 是 NVIDIA的营收冲翻天嘛 对对 市场咕咕 哇 那个预估值 很夸张 对不对 真的 冲到40亿 哇 这给它西人 是的 好 其实NVIDIA的销售 大家原本在猜嘛 就是那个H100的 跟H400 A100的这些卖翻天 或者是800的卖翻天 嗯嗯嗯嗯 但其实NVIDIA不是这样买的 NVIDIA不是单卖晶片 我在想的是哦 NVIDIA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它不是说 我要H100晶片 我要A100晶片多少个 不是哦 NVIDIA是整套的 做会买 啊 要整套 我解释言语哦 它叫做HGX准系统 整主卖哦 是 什么意思 一个基板 嗯 加8到4个GPU 再加NVIDIA 它专用的Link 嗯 这些 所以它不是单卖晶片哦 好再讲一次哦 好 所以NVIDIA公布的猜测里面 你会想说 是不是它光卖晶片 就赚成这样 是 NVIDIA是整套整套卖 嗯嗯 所以它其实卖的 那个晶片量 没有那么多 嗯嗯 所以市场上预估的晶片量 其实应该是错的 是 但NVIDIA历来是什么 人家整套整套卖 对啊 那个毛利跟你卖 单卖晶片是一样的 六成以上 哈 只是NVIDIA厉害的 但是人家是整周 就是整组卖 它不是只单卖晶片 它不能拆开来卖哦 所以你用营收去推回来算 是 不是营收可以扩大到这个程度 哇 这个晶片卖翻天要卖多少组 没有耶 它不是卖晶单卖紧 它是卖整组的 你用整组来算的话 其实它没有卖那么多套 哦 哦 这个这件事要厘清哦 好的 所以它的成长性 并不如你想象的那么夸张 以上是负面的 而且对刚刚我们讲的NVIDIA的财报 大家都只讲正面的 对啊 我们提供给大家 不一样的看法 给各位参考 这个思维真的非常的 据我所知 它讲的是对的 它讲的是对的 没有想象中那么夸张 哦 我的 但股价最近很夸张 所以大家 股价真的很夸张 股价真的很夸张 好 来 这是近期的加全指数的一个日线 对啊 之前我们都跟他聊过 万六一定来的啊 万六来了 对对 要像一万六千五了吧 对对对 多很多了吧 多非常的多 那受到NVIDIA的一个激励 台积电其实这一波涨势也非常的强 对台积电涨到到今天 傻眼 傻眼吗 平话说五四六来 我应该怎么做也没来 竟然就被NVIDIA弄你家就过了 什么弄 这两天真的很夸啊 台积电用跳空的 它直接跳 连续两天跳空跳空 但是投射表 你看我们的画面上 如果说今天 没有NVIDIA这个神加持 台积电是连舞黑铃 对 我们先讲喔 其实台积电每次只要跳空 我心里都会比较担心 毛毛的吗 都被垃圾盘 对 观众朋友要记得喔 你不要看到加全指数大涨就认为股票已经涨 这件事是错误的喔 加全指数大涨是全值股涨 是 所以呢 你看到台积电大涨 通常这个盘会呈现一个垃圾盘 对的 那如果这个时候 其他的股票跟不上去 那要小心喔 所以我为什么刚刚跟你讲 涨多了其实你要准备会议了解 那要小心啊 要 好好好 但是你看台积电真的来了 520 然后那540 竟然来到了563 来了大家真的开心吗 其实真的涨到你手上的股票吗 不尽然耶 恐怕你手上有台积电的朋友 也不见得有很多 对没错 真正多的应该是外资 是 说到外资 好透露一下 Top5外资里面 有台积电喔 旁边这位是 果然是黄姓外资 他上礼拜就讲了 台积电会入榜 台积电会入榜 而且呢我直接喊 10万 10万吗 不是 因为最近很多人台积电大涨之后 就一直往上喊 假决指数 我们之前不讲16000会来 对啊 那现在16000多 就有人开始喊17000 18000 18000 20000 我这跟平华说 平华我教你 你直接喊10万 喊10万 什么时候来 因为我如果喊20000嘛 我就训掉了 因为他喊10万 10万以下都我赢了 通胞 他全压了 但什么时候会来不知道 不知道 好 很多的真的新闻媒体 就是先喊再说 我觉得那个其实 对操作1.11都没有 没有帮助 所以不要去喊指数 真的 好 那说到了NVIDIA 说到了AI这一块 很多人会想说 老师 那台厂AI的伺服器这么的多 怎么去挑选 好 是有机会的 画面上这些股票 大家特别留意 非常多都是好股票 世纪创业我讲过很多次 不用多聊 这个无庸置疑 甚至呢 但短线里不要再追了 你可以回忆了解 真的不要再追 因为现在进场 大概10至89会中断 对 再来最有趣的几个股票 比方说建策家者 这都伺服器相关的 这个都要特别留意 是 还有金像电是除了PCB 非常稳定的 它还是伺服器的 然后那个星星是ABF在那边 那个占比最高的 所以星星要留意 另外一个伺服器代工 就看微影 对 那伪创啊 就是微影就伪创的 是 然后广达这是 卖8所 代工 代工 这是伺服器代工 所以是这一波很强的股票 所以画面上这张图 请全国观众朋友们 特别把它记下来 好 里面 大部分 都是标股 除了台积电子外 大部分都是标股 大部分都是标股 而且是最有基本面的标股 只是因为现在短线 真的只是涨太多了 真的 不要再买了 了解 但下一轮 台北股如果整理完之后 这些股票 你一定要记下来 老师说到这个标里面 其实基期都相对来得高一点点 这些几乎都是我爱的菜啊 对 那说到了载版三雄 为什么 我就爱新星啊 因为ABF的占比高啊 你会发现 而且它是全球随所打的 南电锦说 就是新星的中心最强 新星南电锦说 一定先选新星啦 我们在很多相关的 财富理想的节目 我们都讲过 了解了解 好 这是台厂AI伺服器 概念股的部分 提问给好朋友来做参考 也提醒您 记得500赞 500赞 只差这么一丢丢 我们就要直接 到底要挖什么 挖你想知道的啊 开玩笑 我知道的越多 当然 我能够挖的更深 挖的大概 10米 大家就往下看挖 挖 挖 拿一去 大家想挖啊 这很奇怪 你才想挖 老想些奇怪 因为我挖的怎么这样子 好来到了这个Top10的部分 台股长幅 你会发现这个 其实画面上这个观光股 非常夸张哦 在过去这个月 他观光类股真的 连续上榜很多周哦 都是观光 而且从之前的 比如说像是旅游股 他已经慢慢出脚 蔓延到比如说 像是饭店啦 饭店对周边的 有些餐厅啦 也入榜 你观看今 这一次我们帮他 整理的Top10里面 就有5档的 是观光类 可是我先讲 我对观光股 其实还是不太建议 还是太轻易哦 观光股一直来哦 这些股票都是 主力色彩非常重的股票 就是他 要么都不会涨 对 要么就是 可能好几年都不会涨 然后来一波之后 就是要休息 可能又休息好几年 对 所以就是这一波 如果你刚好 跟上有赚到的朋友 就是赚一赚记得走 这种不是让你可以 长相私手的股票 就是曾经拥有就可以了 对对对 这很明显哦 观光股 或者之前有一些 比较小型的 什么资讯服那种 类AI 类AI的股这种 那就是只能曾经拥有啦 不能长相私手啦 好啦好啦 赚他那个甜蜜点 赚了就很好 就赚个快感就好 哦好 这样可以理解了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这是在本周涨幅 Top10的部分 里面真的是 有一些些像是 新上榜的袁林啦 或者是印太 他也是这一次进榜的 对 保德利他也是跟 他应该是住宿的部分的部分 这个真的是已经比较偏了 真的是比较偏了 好来聊聊 刚上礼拜 神预言神预告 你看看 黄兴外资 外资第一名的买超 竟然是台积电耶 Oh my god 平化超厉害的耶 我就想说不单纯 所以平化常常讲一些很奇特的东西 但是其实蛮有根据的 哦真的吗 对啊 因为比方拉指数他就想说 那应该台积电会来啊 对不对 我就说因为指数会过完 我平常说那台积电应该会大买啊 也果然被人说 台积电第一名 他们是买超第一耶 真的 来看到了华航其实 头线外资同步买的 天上飞的 是买华航比较怪一点点 但基本面是长龙航会比较好 对 如果基本面是长龙航比较好 华航还好 但是买航空股真的蛮奇怪的 真的蛮奇特的 你说买电动车我觉得可以理解 电动车可以理解 或者说你买什么人保啦 你买什么伪创买广达 我都可以理解 金融股可以 对金融股也可以理解 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从我们这个热度榜到现在 这么多个月 你有发现今年以来的 外资跟过去的不一样 以前外资都会热养 重小型股对不对 从3月4月到现在都没有 你看他们之前不是买面板 面板 对不对 然后后来买什么金融 然后现在最近又买什么 伪创啦 广达这种 没有小型股 没有重小型股 投信这部很特别 都没有重小型股 所以这一点要大家特别留意 所以投信是压保加权指数 他不是压保中好型股 这个很特别 他是压加权指数 这一波的投信 法人都是压加权指数 所以他也知道这一波其实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要讲这个 这个是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中间很重要到底什么变化呢 本节目真的是你要我们可以来做个神预测 好啊神预测来 大家应该喜欢听神预测吧 当然啦 这个可以让你先看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 好来到我们的热度调查局很多人 真的除了我们的按赞 将要满500赞之外 我们的留言数也整个爆料 我先讲 投资朋友们 观众朋友 你的留言 真的有水准 有些人问了很多很detail的问题 很有程度 因为如果人单纯问我说 什么股票会到哪里 其实不见得我能够说得准 但有些人问的是 那万六之后会涨什么样子 意思 这个就是厉害 大家都蛮有水准 蛮有sense 来看看本周到底 大家问了什么样子的问题 当然记得 喜欢我们的节目 一定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一定要按赞 开启小铃铛 因为平话只问我说500赞 好像差一点点 我们小便会问说 平话 500赞要挖什么 真的要问他 真的要问我 要挖什么时候问他 我们没有稿子 都在这边 要挖什么 当天来告诉大家 500赞 好来 那画面上呢 有人问说 新北吉他 问说MSCI的股票 在5月30日尾盘 会爆大量 要不要先卖 其实这件事是合理的 所有的股票 只要列入MSCI 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天 他就必须要交易 因为你要配合那个指数 所以一定爆量 至于爆量 要不要卖 不见得 不见得 但是 以台北股市现在的位阶 卖一堂是好的 台北股市现在位阶偏高 真的 好了 我们一档一个一个 来回答 因为问的股票也多 好不好 非常多 那首先呢 我们先讲一些 比较有趣的 比方说 有人问加哲 会不会到1000 是 这一波不见得 又曾问的 因为很接近 真的蛮接近的 今天已经快1000了 接近1000 我是建议大家 先会了解 这一档是非常好的股票 你绝对可以来回做 你绝对 这是非常好的股票 我讲很清楚 这是非常好的伺服器股票 可以来回做 因为我认识 加哲是200 1000等于说是创波段新高了耶 记得 它是历史高点 你短期要会了解 老师有提到你可以来回赚价差 这是好股票 你可以来回赚 还有朋友问说 如果不能买股票 那六月大盘会跌很多吗 我不能说跌很多 但修正的可能性很高 下个月加权指数震荡修正的可能性很高 那也有人问说 网品买在317 我会建议他最近 也是新北期他问的 你可以先获利入贷 因为今天317差不多到了 另外有人问说 南光城业一合一 多少钱适合卖出 立即可不可以回来再接 可以买多少张 我先讲行情在台北股市接下来 是震荡会剧烈的 甚至加权指数涨多修正 一点都不意外 大震荡是不意外的 所以说如果你可以的话 卖一趟回来再买是好的 但是生计股比较特别 就是加权指数跌的时候 它不见得会跌 对耶 生计股这种现象 就是跟加权指数是逆向的 是逆向的 所以你说南光城业一合一最近跌 要不要卖 不尽然 不尽然 这个我就没法 因为它应该是指数跌的时候容易涨的股票 那如果说6月要开始震荡了 所以生计股稍微可以看一下 没错 反方向操作 反方向思考 再来有人问志勤跟剑桥 我就讲吧 生计股是蔡佳豪问的 生计股有机会 但是你要记得 如果台北股市是刚跌的时候 生计股有机会 跌很夸张的时候就不见得了 它是大猪小猪都会往 那是跌很夸张 台北股市会来 未来只是一个震荡回档 那生计股会先涨 没错 好的 好 有有人问海运店回档我可以接吗 暂时不要了 先不要了 因为上次 因为同一个人 小雨问的嘛 他上次问的上次五六十吧 这一波八十了嘛 对啊 对 那我说其实你长多了就可以先卖一趟 下回再来 但不用急 等它一下下 好不好 有人问星星 星星 有机会解套吗 星星我做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190今天刚好到了 可以卖了 我很喜欢星星 我先讲 但我喜欢星星 我不会跟他 什么好报 好像私守不会 没有必要 因为短线近期涨多了 观众朋友 这百二块 去到今天百九 真的耶 也有七十块的价值 可以了啦 这都超过三成了 有哦 可以挥入带啦 好哦 林刚才再来啦 但是它长线是好的啦 所以下次如果刚好 我最喜欢什么 什么实在好股票 有长线的价值 对 那刚好遇到台北股市 或者是市场大震荡的时候 明显可以来做价值 那挽起来 很舒服 每次弄就是台北 好的好的 好给你做参考 好 再来有人问 六五三二的瑞宇 有没有机会到六十 新日星 百科有机会吗 3376新日星 威风电有机会吗 五六 来我先讲 瑞云六十短线不来 新西新日星 如果你有小赚 你可以先走啊 再来 威风电子 威风电子就跟创意很像 6104的创意 跟6756的威风电子 是同一挂的 那在整个高处传输的部分 它是消费性电子 近期是比较没机会的 先坦白讲 近期是没的 好的 好那刚刚嘉哲讲过了 那个就是好股票 还有人问说 罗伯先生问说 虎门科技 有机会过高吗 他在做头 虎门科技 就是之前那个类AI股 对对对 他在做头 做资讯服务的 他在做头 长了一波了 嗯 那个头出来了 先走一趟 好好 再来 台阳 买在51有点贵 建议你先测 先测 那个瑞云李康问的 是 台阳2314的台阳 如果你有先测 好 生技股有戏吗 生技股有戏 但是要花点时间 要等指数震荡才有 另外有人买 宏观6568套230的 对 短线很难的 嗯 因为家权支出 你长到这里了 对 短线很难的 好的 另外呢 军工股有人问 4572的柱龙 套柱的还有机会吗 对呀 军工是确实有机会啦 嗯 但是因为当家权支出 跌的时候 军工会不会逆势 我就不确定了 嗯 因为家权支出跌的时候 我不确定军工会不会逆势 这些很奇特的一些族群 就会逆势来长 对 所以说我们现在军工 我现在先给大家打个问号 有机会 但是我不是很确定 对 亚信137块当然有机会 有救吗 但是时间要拉长 因为亚信毕竟也是 联发科那一挂的 嗯 所以他就是消费性电子 消费性电子 对 好 3540的崇岳 哦 有人问崇岳 有块画面哦 崇岳营收检查一下 确实很好 但短线还是建议大家了 最近创新高的股票 要先卖一趟了 嗯 你觉得有机会赚价差 好 你觉得有机会赚价差 营收很好 记得要先获赚价差了 嗯 然后陈爷一刚聊过了 生计有机会 好 有人问中兴店 对呀 陈爷你看营收真的很好 很好啊 但是你自己要 获益了解 下次再来 是 中兴店我建议大家 长这么多的节能族能族 进中兴店华城 今天开始都明显有卖牙 请获利入殆 哦 下回再来嘛 差不多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老实话好人谈嘛 牛人 天狼 嗯 知道 可是很多人会说 哎老师我比加效应啊 1519的华城涨到了这么的多 问题是你的前提是盘不能跌啊 也对 如果你现在指数高档盘突然掉下来 他不就立马被获利了解 对耶 对耶 这很明显 好了 最后点时间 有人问立志330 嗯 反弹先走吧 亚通41哦 这个 短线有难度啦 好 以上就是好朋友们 您的留言 跟你做个说明 好 那么以上的建议呢 也提供给好朋友来做参考 记得500赞 务必帮我们来做答正 500赞 上周还差这么一点点 大概410左右的赞 来 帮我们按赞订阅 分享开启小铃铛 说到了今天礼拜五 很多人会期待下周老师 你说下周也就是我们要迎接 全新的6月份的到来了 那全新的6月份的投资策略 跟目光焦点放在哪里 这一次我不给大家股票 不给哦 我这次给大家一个东西 好 什么东西 贵买指数 贵买指数画面上有两个观察点 一个是4月18 就是左侧的那个高点 是 是219.21 然后呢 再来是3月28号 再左左右一点点 是214.99 目前来讲 加权指数已经创新高 到16500点 但贵买指数连3月28号的214.99都没来 都没来过 画面上那条绿线 就是214.99 没来 这是个警讯 什么样的警讯 根据这么多年 我们做一些统计的数据 其实中小辛苦的反应 会比加权指数更敏锐 也就是说如果加权指数创高 中小辛苦同步跟进的话 这个多头比较健全 但现在是指掌加权 对 画面上的贵买是 是软的 软的对 那这会造成一个风险 就是传说中的 赚了指数赔的价差 天哪 目前就有这个现象 所以如果贵买 下礼拜请你观察这个东西 假设贵买指数真的上不去 甚至往下的话 请把手上的股票 获利入带 或者减买一趟 会比较安全 好的 老师给大家这张贵买的日K图 你就发现到 左边比右边来的高 蛮像头肩顶的形态 蛮像的 意思不太想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 也不断的说 这个贵买真的不能 最近你觉得 怎么指数涨那么多 股票都不涨 贵买没涨 对啊 就是贵买没涨 涨到台积电 全部涨台积电 问题是你也不可能 O-in台积电 不可能 然后说老师创业很贵 对啊 我也觉得贵啊 它贵啊 对 但就是因为AI股材大涨 没错 但反观贵买就软软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谨慎一点 好的好的 每周来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么记得 刚提到了 苹果推出他们自家的混合实镜 MR的头盔 一个造价要9万 然后呢 HTC 想到了直接想到了吗 HTC的这个VR 大概5.2万 差不多这个价格 你会买吗 那如果你会买 你会买哪一个牌子 有兴趣的好朋友们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直接留言给我们 记得500个赞 一定要帮我们来做达证了 投资要而忙 记得每周来看榜本 最后先来记得我们的迪宝老师 台股热度榜下来就见啰 拜 股票在涨的时候 一定是中好新股先发动 后面才涨加圈指数 对 这一步也是 之前大家 但是万六不来 我说万六一定会来 但过了万六之后 反而建议大家 你要提高进局 没错 结果桂板真的不跟 真的软了 桂板不跟就 有问题了小心喔 把关头部所推荐分析 是特别有加证券 胡不当吃财务力分析 本节目资料请提供三号 投资人应赌为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不投资风险 把关头部一一 尽管投顾次第零一五号